我刚刚没听错吧 你说要给他留门 还说早点回来 对 没错 我要给他留门 我现在给全世界的男人留门 就是不给你留门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十遍都可以 我现在给全世界的男人留门 除了你 除了你啦 如果想做了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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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早 好 早 丁人姐 您还好吧 我特好 从来没这么好 好就好 那我去给您沏杯茶 过来 老板 您怎么忙 我 我在这儿合适吗 别打扰您 过来 好 丁人姐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昨天的天气预报吗 天气预报 请吧 你确定 要不去查查 再查 用手机 晴 傍晚到夜间 北部山区 中到大雨 北部山区是哪儿 这北部山区范围挺大的 老板缩小一下 嗯 小姐我们四个打CS那地方 是不是北部山区的 算是吧 我要准确的答复 不知道就查 不用查 是北部山区 那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嗯 北部山区 气温多少 气温 我还真得查查 啊 多少 下完雨之后 十度 那是平均气温 山顶多少 得更冷 那如果你 加上雨 还有个小蟹坡 嗯 那会怎么样 那这得滑呀 对 滑 滑倒了我怎么样呢 滑倒了 滚 滚 没滚好怎么办 没滚好就 滚偏了 那我得掉沟里了 我昨天就是在北部山区的山顶上 没滚好滚偏了 掉沟里了 所以你 你这鼻子也是做 鼻子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呀 丁一剑 你现在帮我做件事吧 您说 我昨天没滚好滚偏了滚沟里了 就你教我滚一个 唯一的要求 滚好滚漂亮滚华丽 好吧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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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一个三声的字 康熙字典的原意是 形容水流不断的样子 和命令人立即离开 用英文说 就是 往南听了说就是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滚 通常是这女的干了特别不靠谱的事 最好立刻是 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滚 大多数情况 是个女的在撒娇 此时不但不能滚 还要死缠烂打死皮了脸 赖着不走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说滚 佛洛伊德认为说滚的这个人似乎是疯了 因为他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他选择本能的恶诈 对方再靠近他就感觉到了危险 他心里害怕 这个时候不是讨厌 是因为对方太强势 他心里是真的害怕 总而言之 听佛洛伊德他老人家的话 准没错 别动不动就让人滚 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 嗯 你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别了解 佛洛伊德 干嘛呢 有空吗 谈一下 哪儿呢 你 床上 要不要视频啊 咳 咳 厉害 好 这算是某种暗示吗 那他看你怎么想了 怎么突然这么主动 昨天还拳脚相向 今天就通关送报 不像你风格 如果什么都让你猜得到的话 那就不好玩了 也是 那个 你不会现在要我过去吧 不急 现在才几点 要不然你约我吧 好 你想去哪 你本来打算去哪里 我本来打算去马场 不过我想你对这个 应该不感兴趣吧 好 马场 待会儿见啊 丁人杰 你必须是我的 你听不懂吗 还是那么回事 太是那么回事了 不是第一次 显然不是 那你肯定不是常客 否则我怎么一次都没见过你 我要工作啊 小鬼 谁像你一样 每天跑到这里的浪费时间 小鬼 比外类好听 那好 以后就叫你小鬼了 你叫我什么 叫 首长 球长 很好 我喜欢 那以后就这样叫吧 好 难得首长今天这么高兴 要不咱们跑一圈 跑一圈多没意思啊 怎么比一圈 听首长的 书颜怎么乱 要是我赢的话 你答应我一件事 要是你赢的话 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行 别这么快答应呢 要不要听听具体的啊 说 要是我赢的话 你得给我一个人 你该不是要我吧 你该不会是有王子病吧 我赢了 我要你手下的一个人 盯人间 什么 你要他 为什么 这你别管 怎么样 给不给 如果你输了 我也可以跟你要一个人吗 行 我要是输了 我就是你的 叫什么 你还真把自己当女神了 难道你不想要吗 想 不过小爷我想要一个女人 从不随时 如果我赢了 你请问回答我一个问题 就行了 怎么样 好 随便你问 公平起见 我还有一个要求 怎么 换吧 真是比我想的还要傻 他这匹马是纯种 我那匹是混血 即使不用我这些年 玩户外跑马的那些技巧 也是我赢的 笨蛋 还以为自己得了便宜 组长 网号设定吧 好啊 我数一二三 咱们就开始 一 二 三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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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驾 好啊 哎呀 大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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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啊你 报告首长 我已经率先到达终检胜利完成任务 我现在可以泡首长了吗 卑鄙 这是一个阴谋 你们两个穿统好要坑我 对不对 这可不现实 我怎么跟一匹马穿统好 你太看得起我了吧 那怎么回事 怎么我上来他就不动了 他明明就是一匹纯种的豪马 纯种豪马也有便秘的时候 自己看 不是愿赌服输吗 怎么了 反悔啊 我这个人一向言出必行愿赌服输 想问什么 问吧 你为什么要定人间 我喜欢他 开玩笑 我这个人对感情一向都很认真 从来不开玩笑 怎么可能 是他 所以你今天约我出来是为了接近他 没错 我约你出来就是为了他 本来我邀请他来做我的助理 可是被他拒绝了 所以我现在想他想得快要疯掉了 好了 你别说了 我成全过你成全了我的骄傲 再见 vost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